好 再看到呢 这是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 每天使用草莓有助改善心脏健康 特别是提升脂质代谢 降低炎症反应 还有管理胆固醇方面 而对心血管疾病较高风险的人群 更是显著了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草莓含有丰富的天然营养素 不仅美味 还拥有多种促进健康的成分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 Rebecca Howitt博士表示 草莓含多分 膳食纤维 维生素及多种植物营养素 这些物质共同作用 能够有效降低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酸脂 并减少全身性炎症 从而改善心血管健康 研究团队进行了系统性的文献回顾 检索了PuffMed和Cochrane等资料库 综合了2000年至2023年之间的 60篇相关文献 其中包括47项临床实验 和13篇观察性研究 结果显示 不论是新鲜草莓 冻草莓 还是冻干草莓 经常食用都能显著促进心脏代谢健康 尤其是对心脏病高危人群 效果更为明显 Howitt博士指出 我们的研究发现 经常食用草莓 不仅有助于降低胆固醇 还能减少炎症 而炎症是心脏病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这就意味着只需每天添加一杯草莓 到饮食中就能有效降低腺血管事件的风险 此外草莓对大脑健康也具有潜在的益处 研究指出草莓中的肋黄酮含量丰富 这种抗氧化物质不仅能延缓认知衰退 还能保护大脑免受退行性疾病的侵袭 例如阿兹海默症和其他形式的痴呆 草莓对抗氧化应激的效果 有助于保持大脑灵活 推迟朗年人的认知退化 这项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的 《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期刊上 中天中旺 这里报道